好 在臺北市信義區 這間保雲茶市爆發了食物中毒事件 但是事發了好幾天之後 臺北市政府才才是勒令停業 因此也被質疑是反應速度慢了好幾拍 對此臺北市長蔣萬安強調 會給予受害家屬全面協助 試圖要來緩夾 這個衛福部長薛瑞源 他沒有定調是北市府出問題 反而有解釋說是因為這起案件 跟平常的食物中毒案有所不同 才會讓相關單位第一時間難以反應 已經到立法院就被媒體瘋狂追問 衛福部長薛瑞源 28號到立法院未還委員會備詢 正好是臺北市信義區 保雲茶市爆發食物中毒案 輿論燒得最旺這天 民進黨立委也認為衛福部動作太慢 從19號用餐 20號沒有個案 21223都有 拖了5天 這個案例是5天這麼長的時間 而每一個發病的人都是急性的 衛福部目前朝向米酵菌酸中毒處理 除了中央需要被救責 北市府方面23號就有民眾身體不適就醫 24號北市衛生局也派員到保雲茶市 稽查發現三項缺失 但台北市府卻一直等到26號 才勒令停業 讓人質疑台北市府的反應速度 慢了好幾拍 台北市政府蔣灣市長 在這次處理保雲茶市的食物中毒事件 反應慢了好幾拍 24號接到通知 並且有人死亡 就應該要馬上勒令停業 我已經要求法務局即刻全面協助家屬 只要他們同意 我們都會幫忙 包括相關的費用 申請程序幫忙進行講會 蔣灣強調會給予受害家屬全面協助 試圖平息爭議 薛瑞元第一時間也沒有定調 是北市府出問題 台北市這邊也是這樣子 按表操課 但是後來陸陸續續有這些case進來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過程是不一樣 有這種嚴重的所謂的感染衰竭 甚至都是在12小時之內發生 薛瑞元解釋保零茶市案跟一般的食物中毒案件 有所不同 才讓台北市府難以及時反應 但保零茶市案導致餓死憾事 無論中央還是地方 都必須盡快清查 給全國民眾一個交代 記者綜合報導